当然说到底 墨高窟毕竟 它还是我们中国的墨高窟 所以在它绝大部分的艺术作品里面 体现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最主要的 我们可以从飞天上面 发现这个特点 飞天应该说是中西的艺术家 想共同表现的一种艺术题材 只不过东西方在表现飞天的时候 用的是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 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里面的飞天 都是长着翅膀的天使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如果你到东黄石窟进行参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几乎枯枯都有飞天形象 总数大概有4500余深 这些飞天形象 分成两个阶段 所以它以前的 往往借鉴了西方的飞天的特点 飞天长着翅膀 但是到唐代以后 就没有了翅膀 完全是中国化的飞天 飞天它主要借助于什么情景呢 我们中国的飞天 唐代以后借助三种情景 一种情景是个线条 你看非常流畅 另外呢 是这个飘逸的丝带 我们中国呢是丝绸的故乡 所以我们就用丝带 来表现飞天的形象 而且在唐代呢 还有所谓的无带当风 这种说法 著名的画家 吴道子就非常善于用这个丝绸的飘带 来表现飞天的形象 还有一种表现的方式 就是这种云和物 但我们认为云和物是生在空中的 所以有了云和物给人的感觉 人就飞升起来了 在这个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 猪八戒 不都是腾云驾雾在天空飞行吗 而丝带这个方面 我们的长额备月 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吗 所以这说明墨高窟 它里面的壁画 有深深的中国文化的印记 甚至有史料我们可以证明 唐代时期的墨高窟 与长安的文化 几乎都是相同的 也许是长安的文化 由于战乱 由于战火消失了 而保留在东黄的墨高窟里